宋先生这辆蓝色福特野马是去年6月份买的,花了将近40万。 他说这辆车开了没多久就出现了异响,所以打算卖掉。 在做二手车评估的时候,他被告知,右车门有类似拆卸过的痕迹。 卖车的过程中,主要是出现了一个车门,有螺丝,就是一个扭动的情况, 就是看起来车门像被拆过,导致我这辆车就是现在就是以正常价是卖不出去, 要低于市场价,低大概一万五的样子。 宋先生介绍,去年11月,右车门出现过异响, 他把车子送到浙江万国福特斯店进行了检修, 他怀疑右边车门是那个时候被动过。 就是检查螺丝之前并没有通知我,如果说通知我的话, 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动我的螺丝。一般来说,动这些螺丝之前, 包括大梁,车门螺丝之前,暗场里应该是要通知车主, 然后一个内饰版,就是门把手里面一个部件被他们一个损坏的情况, 但是在就是维修好之后,他们都没有跟我说明这个情况, 他们现在没有回复我怎么处理。 宋先生认为,车子折价销售的损失应该由赛斯店来承担。 找到浙江万国福特赛斯店,售后维修部的工作人员表示, 负责人不在。记者留下电话,后来一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复。 然后因为它这个车我了解了一下, 它自己可能客户外面也自己也调整过。 所以说就是因为它这个车当时有一响应该修过也有几次, 唐家也来过两次了,然后那个检查当时应该也说正常范围之内的, 然后可能客户这边的话就是还不是很认可, 就铰链那个位置螺丝有没有动过。 这个维修拆装的话这个东西也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啊, 你要修异想它有些拆装检查的话可能有些如果是拆到过的东西那也是正常是要拆装面。 那它的意思是你们没有提前告知它要拆这个铰链螺丝的情况。 所以说就是你这个铰链你说到底它是哪里拆的我们会有话考证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客户自己也不拆过啊, 它自己因为当时有有外面维修的这种。 那它那个门把手那个开门的扳手那里面有一个裂缝啊之类的, 这个是我们之前拆装的时候造成的吗? 这个如果是当时拆装有问题的话, 它当时应该就会涨了, 因为现在都已经7月份了, 这个我也没法考证啊。 4S店方面表示不会承担宋先生所说的折价。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